就上去了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书 很贼 它虽然是CHARGBT 但是你翻到最后 大概只有一个章写 提到CHARGBT 其他都是原来东西 这也可以 没办法 因为当然它也可以 跟上潮流 这本书就卖得很好 但如果你没有CHARGBT 你就没办法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趋势 就是因为python 当然大家已经学了一段时间 可是会有很大一个问题 因为大部分还是会有办公室应用需求 可是办公室应用需求最大的还是Excel 所以就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要能够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OK 那怎么样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最简单 困难的我们就不要讲 没有人喜欢把程式写得很困难 所以呢 python里面有没有哪些解决方案 可以跟Excel做结合的 有非常多 10个以上 可能我看几十个有 但是哪一个最简单 这才是重点 因为你不要说 自己发研究 把每一个 模组通通当落下来 然后每个就try try完之后发现你try不下去了 算了我不要 直接告诉你哪个答案就好了 还有啦 有一些是你要用的顺手最重要 所以我这边会提供 给各位一些方向 其实这方向有时候也会 在那个 Trygbt里面 去询问一下 看看是不是英雄所见略 发现 真的很妙 真的Trygbt 得到的答案 跟我有时候想的结果 居然是一模一样 这才是 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很强烈怀疑 到底 背后的 这个资料到底从哪边来的 怎么可以 有这么大 这么完整 而且这么精确的一个程式 后来我指向一个东西 叫Dithub Dithub 如果你有 git Hub hub 应该如果写程式 应该都知道 也就是所有工程师写完 一定会丢一份 到Dithub 然后后来的话 大概几年前 那个微软公司 把它收购 我觉得微软收购 微软是付费软体的 霸主 Dithub是 自由软体的 一个灯塔 结果居然 这个霸主 付钱的 把免费的 给收购了 到底他要干嘛 这不合理啊 哦 后来我才想 原来他就要布局 AI 那这个是几年前的事情 那时候我一直有一个 Question 有没有 一直想着到底 微软要做什么 原来 他的野心就在这里 OK 所以这个 当然 我没有特别查到有人这样讲 这是我的推测 OK 可是我觉得这个推测还蛮合理的 因为不可能说 GPTT有这么多的资料 这个这么多的 Data可以用 OK 好 所以这个后面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底下的话 大概大纲啊 你们那个讲一点 我就大概不赘述了 里面的话 主要我们今天 前面会大概讲一下 Python的部分 Python 可能第1个还是 你们需要有个 Python的开发环境 有一个环境 那你要怎么Rub 所以我会把程式 放在云端 你至少会有个能力 叫Ctrl C Ctrl V 然后再Rub 你就可以把程式说 剩下来你可能就是要自己再花时间 去 怎么讲 重新再撰写一下这个程式 不是说就没事了 其实这个东西很花时间 但是最好是自己重写过 如果你要花 真的能够了解的话 那一定就是要自己重来 但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第一 自己是软体工程师 你如果想要 我刚才 老师我 其实我背后有个team 我只要 知道说怎么样跟别人 讲这些东西的话就好 那你到那个 地方就OK了 可是如果你想要真的彻底 完全了解 真的要满花时间 是真的 这背后其实是 时间的累积 所以前四个单元 其实就是一个基础 后面的话 就是怎么样去跟那个 像Ctrl VT 跟Excel的自动化部分 这其实 有蛮多可以讲的 还有就是说 Triarch VT跟Python之间的自动化 然后底下有一些跟爬虫有关的 那一样 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跟Triarch VT 结合在一起 然后 底下的话就是 我自己的介绍 我自己的介绍 其实要找到我的东西其实蛮简单的 你只要 Google查一下相关的 尤其YouTube上面 放的影片其实相当多 所以之前上课的影片里面 你可以自己再参考一下 那我教过的语言其实也相当多啦 反正只要 那时候流行的 我其实都教过 那流行过多少语言 太多了 我只要教过 至少10种语言 那像最早 好像像Java 十几 二十几年前 很夯 到十几年前 突然就不见了 也不是不见啦 只是凋零 老兵不死 OK 然后 然后慢慢的话呢 这中间其实又有很多的 像 最早 网页 新起的时候有 ahp.net 那就写过 然后 THP JSP 这些也都教过 但慢慢不晃了就没有人要 然后后来又有app 然后又来云端 有没有大数据分析 然后一直到AI 所以其实 如果比较好记就ABC 应该倒过来应该CBA C是cloud 然后慢慢就大数据 慢慢才是AI 那这个相关的应用的话 当然电动车 人脸 相关辨识 然后还有像Fintech 这个都已经是 还蛮成熟的东西 所以说未来哪些是最重要的 其实还是脱离不了ABC 有没有 ABC这东西其实应该还是会持续 蛮长一段时间 也就到 应该不知道 到我退休应该还是会在 如果有些同学 比较年轻的话应该 可能还在思考下一个阶段 才能够做什么 OK 那只要有新的 新的革命 其实就有新的需求 新的需求就看到 看到什么 看到伤期 有没有 看到希望 但如果你一直在炒冷饭 没有人喜欢 看那些东西 OK 所以 以前 即便你做得再好 那都已经过去了 你应该要去看到 新的技术能够怎么样 去融入到 你目前的应用里面 这件事其实蛮重要 但是不容易 OK 好 那 再来的话 我的简历 目前的话 部落格 然后我的YouTube上面 订阅人数 其实已经 差不多四万了吧 那我曾经 创业的经验 五年 然后在学校 目前还有在上一些课程 一些推广部 然后有 上一些 课程 OK 那拿一些奖项 这当然就 那证照的部分 有一堆 我 其实考了 应该有超过30章吧 之前有考过像Python 像那个 Pow BI 类似相关的证照 然后 参考用书的话 我这边有 提到一本 其实下面那一本 我觉得应该是 还蛮值得参考的 就是叫什么 Python 乘上 X 然后 GPT Excel 高效率打造办公室 作业 这作者其实 蛮资深的 然后 不特别评论 因为他会看我的影片 所以 评论等一下可能就是 消音之后再评论 OK 除了推那个 TRAGPT 这三个 最近又推那个 TRAGPT 成 Excel VBA 好像才推 一个月而已吧 所以这作者还蛮能够跟得上那个 时代的潮流 但是我发现就是 旧酒 旧 旧瓶 装新酒 就是他其实 很多都是原来的 但是他只是 某一两个章节 大概替换一下 其实又有一个新东西 那也没有不好 不过我觉得他 下GPT部分还蛮值得参考的 那排名就不用讲了 Python这个应该 稳区冠军这个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能够 维持多久 也很难说 因为 这个 易经里面 钱挂就是 最 有点像 已经到日刃当中 日刃当中再来就是怎么样 即将是细扬 慢慢往下 那就 不可能永远都是日刃当中 对 不可能永远都是第一名 但是之后的话会谁来接 不知道 不过可想而知 我觉得那个 维缓的布局 真的蛮厉害的 因为呢 你可以看到新的Visual Studio 因为Visual Studio我已经很久不用了 因为现在太难用了 而且 最诟病的是 一装起来 就给我硬碟都塞满满的 本来只有 大概一区 就变两区三区 哇现在已经塞40区 天哪哪有这种怪物 那我只要装一点 我只要装开发 一哥他不要 他一定要整个 包山包海全部都给装进去 非常讨厌 我很不喜欢这种 这种软体 那而且他又没有可惜版 可惜版就是免安装的 OK没有 他一定要你装 而且装要装一大堆 而且装了什么你也不知道 然后一定要装单内者 还要装什么什么一些 还要装 sql server 反正他就把他所有东西都已经 挂在你里面 然后你将他移除还移不干净 这是真的是很糟糕 不过他最近很聪明 因为他跟OpenAI 非常的近 其实应该算是他的子公司 他就直接把它 装进去了 所以以后的话 你Visual Studio里面 直接就装进 那个 CharGBT 也就直接可以从 那个CharGBT里面 找到的 Source 直接可以 可以跑到Visual Studio OK Round 那简直 以后 对于写程式来说 应该会是更简便的 一个选项 所以 大概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待会再来看 有关CharGBT 所以请各位 先帮我 做几件事 第一个的话 我觉得 还有一个心得分享 CharGBT要怎么问 我发现怎么问 问对问题 非常重要 因为你问错问题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 OK 怎么样问 然后问的恰到好处 也不用 给他长篇大论 因为长篇大论 他也觉得说 反而干扰他的讯息 所以怎么问也许 我后面会再跟各位介绍一下 所以 请各位 先 确定一下你的那个CharGBT 是不是可以多回应 那待会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应该比较基础一点